敢说 他已经决定要死了 剩3年的时间 还9朋友 要秘条 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闯进你的身后 偏偏公子温润如意的吴克星 是画牢 周子舒去哪他就去哪 周叔没想到我们又有缘相聚了 我一直跟你待在一块 陪你喝酒陪你聊天 然后陪你去出生入死 慢慢地就建立了一种很牢固的友情 最难的应该是在他的内心期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又重新给了他希望 他很开心 因为他在争命的最后段时间 找回了自己的知己 心甘为敬 其实对于温克星来说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之外 温暖他的这么一个人就周子舒 周子舒就是温克星生命中唯一的光吧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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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开始 他这个人 刚开始太冷 接触下来 是妖性很长 吃你的瓜怎么了 就没有嘴巴巴 龚俊本人性格他就闷闷的 然后也不爱说话 原来他是装的 拍到越到后面 我会发现真的收不住了 给华氏老师表演一个 参照进 一步两转 越来越有温克星的那种 胡扯瞎吹那种感觉了 现场有打地钻 然后摄影师说 怎么拍啊没办法拍 公学摇摇扇子 哎 我那个四季山庄二期正在装修呢 等见好了 顺利吧 张老板 加工资啊 记得 我去拍的第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给我传上我那个衣服 感觉又来了 就对了 尽量让他的这个造型是很随意的 然后是颓废 而不是邋遢 然后再加上服装老师 他们设计的衣服整体出来 效果就非常好 最喜欢的红色 那个鬼谷大战那套 因为那套做工很精细 听说是两个师傅手工缝了半个月上面的修画 用什么来认为你就是谷主了 那么鬼谷的颜色里边什么最大呢 红最大 前面都是紫色的 前妻都是小魔女的一种状态 紫色不好用 尤其做女装 女孩一样有美在里 发型上我们希望她比较活泼 比较有个人特性 比较娇俏 在服装造型上 我不希望说大家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 因为你要做带动和引领 你跟随的怎么都好 你也做成黑白 你也做成小秀 你也做成普通的 那个好 你要做成你要想突破 性武侠就是一个突破 特效化妆 特别是在面部的一个化妆 电影里面的讲述 电视剧的 我说这次是 你俩发型的 他说了 不过 你俩的 你俩发型的 我学了 我学了 我教育 你俩发型的 我学了 你俩发型的 你俩发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事要吸引人必须是感情 爱情 友情 兄弟情 他是天窗首领 本能的东西在里面 他要去调查这个事情 几个因素融合在一起 他才去缠这一趟浑水 然后寄到人生了我们可行 他们之间 很猫鼠的感觉 我想揭穿你 但是我不让你揭穿我 但是我也想知道你是一个什么身份 大家互相的在那种互动 你管我 我就是看乖 但是当他们知道 有人很关心我 我在世界上面可以有一个机制 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时候 他慢慢让他们生命中有一个希望 也觉得这生命继续延续是有这个价值 可能以往的那些可能不太一样吧 两个人的那种感觉啊 小碰撞就是蛮有意思的 在原著上面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骗子 把他的背景的故事更立 人物变得更复 我说法了 我先是你 我管他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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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戏来讲 我们就有关穿这个杀意的感觉 症跟邪其实不是一个表面 在五杀世界里边 你没有错一对 你可以看得更简单一点 更离地一点 其实说到底就是 情怀和情意这个东西在里面